在这里有谁要介绍的这幅画呢 是属于山水画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这个题目呢 南庭盛景 也就是在台湾的中部横框公路 在靠近离山的地方 那不是离山 靠近这个天祥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慈母桥的旁边 它有一块大的岩石 那这个岩石的结果呢 就显得特别的路化 所以也被称为说是一个南庭 因为这上面呢 有一些梯阶可以往上爬 那在这一个岩石的底下呢 是正好是有一个溪流 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路化的 这样的一个景物 那这个岩石呢 非常的坚硬 而且变化多端 在山水画里面 这种岩石往往是一幅画 占为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也就是说它岩石的这种坚硬 能够显现出一种骨气来 所以呢 我们在岩石的一个表达上 应用各种不同的笔法 这种感觉呢 也就是凸显出 那个岩石的一种坚硬度 所以用笔啊 很多所谓 因为我们以前被誉为 辅辟寸这样的一种表达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自然 这种岩石的文理呢 也是变化多端 那在这个景物来看的话 它正是适合于我们最喜欢所表达的 这样的一个景色 所以 这一个景物呢 这个角度呢 也就 可以说是我个人来讲呢 非常喜欢去 把它作为一个画的一个主题来表达 虽然季节的不同 或者是气候的变迁的话 也就会呈现出各古画的一个特色